产业焦点来关注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 掌握全台最大超商龙头的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仙 还有百货龙头远东集团徐旭东 他们两大老板怎么看待下半年的景气呢 罗志仙先说今年的情况非常不稳定 看起来不洒洒的 但是展店计划不能变 还是有让超商最大转型 朝复合式经营的模式来发展 而徐旭东则表示 他看好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成长 而消费券一发也会带来业绩帮助 连头发都太太帮我理 第一刀剪错了 顶多就稍微再短一点这样 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仙 亲自坐镇股东大会 帅气清爽的短发 正是由妻子高秀林操刀 连造型费都省下来 也不错 平安一养蛮满意的啦 秀出满意照片 就算结婚35年 两人在镜头上的互动还是很有爱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统一还是发出2.5元的现金鼓励 而7-11也逆是展店到6000家 其实过去的便利商店很简单啦 大概啤酒饮料香烟 这种店继续在扩张 大概就是这副德性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新形态的店 是要怎么样 要取代便利商店 点了一杯下午茶 还有整面的书墙可以挑选 摆平的超商复合店什么都卖 现在就像个微型百货 刚出炉的现烤面包 另一头还有美妆贵位 目前全台就有9间的复合店 只是会员数输给全家 也不免被拿来做比较 我们各自发展 并没有说谁要去跟比谁 但有时候难免一条马路上 大家碰在一起了 至于振兴三倍券 即将在7月登场 罗志仙也喊话不排除会再加码 现在没有办法并购 你现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做任何的这种实力考察 所以并购这种事情 大概现在全世界大概都停顿了 大家好 大家好 而原白董事长徐旭东 则是看好下半年景气 你本来只是花一千块的 你现在可以花三千块 你花不到三千块 你花两千五都好 看来疫情重创业绩 两大老板都想靠三倍劝 冲出消费力道 动物生财经新闻 徐雅筑 刘子腾 台南采访报道